大家好,我是大七哥 今天准备去吉尤嘎尔卡去转一转 顺便发掏几个店 吉尤嘎尔卡中文是自由秋 是位于东京都默黑区的一个换乘站 在东京都南部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商业区 吉尤嘎尔卡的甜品比较有名 到处都是甜品店 日式蒙铺老就是从这发源的 这边还有一个仿维尼斯风格的建筑群 有小河、池桥、红色的砖房、细长的船只 还真是挺有那个味儿的 在这里面拍照可以假装自己在维尼斯 也算是拍网红照,必达卡之一了 来吉尤嘎尔卡,不吃甜品等于没来 我之前就一直关注这个店 这个店整体风格就是像奶牛一样的黑白色 名字叫做米尔克兰的河凯德 这个店铺有两层 一层是主要外带,二层是咖啡厅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牛 这个还能叫手办玩偶 这个已经过于巨大了 可以看一看这个菜大都是北海盗牛乳制作的冰激凌 奶茶布丁饮料什么之类的 我买了这是一个拿铁吧 里面黑色的呢,是这个布丁 这个整体的造型很圆润 还是非常Q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我又上了他们的官网看了一下 这个店铺时常还会举办各种活动啊 以期间限定的甜品之类的 还经常会登电视什么的 是一个挺热门的店铺啊 而且呢,它不光是有吃的 还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体验的料理教室啊 猜谜之类的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路过这边的话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还有一个种草已久的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生间店 在日本生活的朋友呢 都知道日本的中华料理和国内的餐厅完全是两个东西 我也吃过几家日本的生间店 感觉味道都不是想的那个样 这个呢,看到这么多人排队 应该是还可以啊 在排队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煎包子的师傅在操作 这个师傅的面相看起来 还是像日本人比较多一点 这个店铺比较小呢 都是历时的 吃完就走 没有空间可以让顾客过多的坐在那里慢慢吃啊 这个包子拿到三个呢 是360只元 我比较在意的呢 是桌面上这个镇浆香醋啊 我记得在国内这种镇浆香醋 也就是五块钱一瓶 但是在日本这种香醋真的是挺贵的 它居然能摆在台面上 大家随便也能 还是挺豪豪的啊 这个瓶身都是日语 是专供日本的出口版 它这个菜单呢 除了生间包之外 还有各种的面食 最让我在意的是 菜单的右下 写了这个店呢 是有卖镇浆香醋和老干妈辣椒酱的 镇浆香醋卖的价格呢 是一瓶450日元 这个合人民币大约是27块钱一瓶 老干妈呢 一瓶是400日元 这个合人民币大概是24块钱一瓶 价格还是挺贵的啊 比东京当地的物产店卖的是要贵的 不过人家是店里嘛 这也没有办法 不过挺惊我意外的 在店里呢 可以让顾客购买我们的镇浆香醋 和老干妈辣椒酱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文化出出吧 这个生间包我吃了一下 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这生间包皮薄馅大 汁水足 有路过的朋友建议尝试一下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有点意思 希望你能够点个赞 然后订阅关注我 我们回头见 by bwd6